女管家与总统 实话实说,经济学家格尔布莱可以过上一段舒心的日子了, 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很称心的女管家。 女管家精明能干,成为人诚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这年秋季,格尔布莱开始了繁忙的出国讲学。 他经常乘坐飞机往来于世界各地, 这让他的身体有些吃不香。 每次到家,他最想做的事情便是好好睡一觉, 来重新调整一下身体。 因此,他特意吩咐这位女管家, 这段时间在他睡觉的时候, 无论谁来电话都不要叫醒他。 一次,在格尔布莱刚睡下不久, 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了。 女管家拿起电话轻声地问, 您是哪一位? 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是总统。 我是约翰孙。 我是约翰孙。 请你帮我叫一下格尔布莱先生。 是总统。 我是约翰孙。 请你帮我叫一下格尔布莱先生。 女管家心平气和地说, 总统先生, 格尔布莱先生刚从国外讲学归来, 十分疲劳, 已经入睡了, 请您见谅, 我现在还不能叫醒他。 听到这里, 约翰孙总统紧皱着眉头, 用很严肃的语气说道, 我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政策问题, 要同他协商, 请您立刻叫醒他吧。 女管家并没有听从总统的调签, 而是进一步耐心地解释道, 我不能这样做, 尊敬的总统先生。 他非常疲劳, 刚才还特意吩咐过我, 任何人的来电都不要叫醒他。 现在我是替他工作, 为他负责, 而不是替您工作, 为您负责。 不过, 请您放心, 一旦他醒来, 我会第一时间将您打来 重要电话的事情及时转告格尔布莱先生。 事实上, 只有在他休息好之后, 才能有旺盛的经历 同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 先尊敬的总统先生, 您说对吗? 女管家一番无懈可激的言论, 令总统约翰森 哑口无言, 他只好无奈地放下电话。 格尔布莱一觉醒来, 得知总统打来电话一事, 便立刻前往白宫, 他见到了日理万机的 约翰森先生, 并特意向他表达深深的歉意, 令格尔布莱大感意外的是, 约翰森总统并无责怪之意, 反而深有体会地 对他的女管家大家赞赏。 后来, 原来约翰森放下电话后, 就仔细分析了这件事情, 他认为女管家的做法 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女管家终于职守, 把雇主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样的人品值得大家尊敬。 于是, 他向格尔布莱提出了一个 令人大为意外的建议, 请转告您的女管家, 如果她愿意, 我会请她到白宫来工作。 这里正需要像她这样的人。 听到这里, 格尔布莱站起来, 不无风趣地说, 我不仅再次感受到女管家的 忠于职守, 更重要的是, 我又一次领受到了 总统先生的任人为贤。 假如, 一旦忠于职守与任人为贤相遇, 那就会出现相得益章的良性循环。 人与人相处需要忠于职守, 也需要任人为贤。 这不仅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理解和信任, 更是一种心胸坦然的境界。 忠于职守是一种美德, 也是历身处世所需要的一种职业精神。 同样, 任人为贤也是一种美德。 任人为贤不仅需要博乐那样的眼光, 更需要一种宽广的心胸和情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